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文山 台大立直系教授 长期观察地质环境变迁 对台北高雄都会陷入淹水危机有深入的分析 许浩平 世界旅游探险家 环游世界目睹冰河消融现象 对各国的气候生态意象有相近的观察 谢哲卿 历史文化导游 长期往来北半球各国景点 对气候极端造成自然环境改变 有深刻的体会 张扬前 减碳达人 所知各国抗暖化的措施 对如何计算碳足机及节能减碳过生活相当有心得 去年八月份莫拉克台风带来的惨重灾情 记忆犹新 纪录片正负二度C从全球暖化 剧烈的气候变迁 聚焦台湾唤醒公民对环保的重视 房屋在家人眼前被冲走 村落在县长眼前消失 即使我看那么多的影片 我不会看到任何一个篇幅告诉你说 这里头有台湾 我觉得我们欠台湾这个社会跟这个土地 一部属于台湾自己要面对全球暖化的纪录片 第一部台湾本土气候变迁纪录片 正负二度C明白指出 全球平均温度上升一度 台湾的雨量将增加一倍 全球海平面上升六公尺 台湾的嘉义东石 屏东 临边 东港 以及云林麦辽都将沉入海底 极端的雨量不但水库无法附和 类似莫拉克这样的强烈台风 未来不止一个 明年会不会有莫拉克 我们看这些过去的这个历史的时候 我们只能说非常非常可能 根本哈根大会唯一结论 人类存亡细雨 气温升降关键两度C之内 纪录片号召台湾民众 一人一姓寄到总统府 呼吁政府将台湾气候安全 提升到国家安全层次 面对全新的地球生态 做好全面准备 好 正数二度C 那么最近这个纪录片呢 引起全台湾的一个关注 那不过联合国把台湾列入 这个干旱地区是不是 陈教授 好像有这个说法对不对 我想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都还没办法去证实 因为局部区域的这种研究 说实在都要靠当地的一些科学家去研究 我想这个还没办法 不过我们从去年这个莫拉克这种 如果这种气候形态是将来的一个形态的话 那当然干旱是 你看我们已经干旱多久了 在莫拉克这个大雨之前和之后 是干旱 所以这个事也要特别注意就是 那属于台湾的气候记录 现在有做得非常好吗 算是做得非常好 我们就台大有几个像刘 刘中林啊 刘教授在这个气候变迁方面就做得很好 我们现在跟100年前比起来 我们到底上升几度 上升了0.6 1.2度 台湾是1.2度 有的说是1.4度 实际上是比世界的平均值 0.65度是有两倍 大概是1.2度 是比较正确的温度 今天有准备椅子吗 我还要换一下 所以另外一个刚才的问 正负2度C 我们已经1.4 那表示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在这个范围之内了 就是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台湾本身是处在这个太平洋高压的之下 但是我们假如是走全球的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干旱地带 没错的 先问一下这个许昊平 台北 我们看一下 海平面上升会淹掉台湾 这边有一个图 可是据说如果这个全球暖化继续的话 也就是北极南极 尤其是南极的这个冰熔掉之后 对不对 只能海水会上升 那么您怎么看正负2度C这个纪录片 给您的感受 我当然第一个很高兴 就是我们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本土 从台湾的角度去思考这个全球化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全球暖化 现在其实面对的是气候的极端化 还有气候的变异化 就像刚才两位来宾讲到 就是说其实现在有的时候过度干旱 又过度的这个 所以刚才陈教授讲说 还有李贝宇讲说 莫拉克台风那个 我们认为是100年难得一见的事情 他们两个现在说 那有可能是常态 现在变态变常态了 对啊 对 然后你看同样的在这个所谓 每年来一次莫拉克我们哪里受得了 吃不消啊 对不对 那同样的就你看巴哈马群岛 白木达三角洲 它那个位置 其实是在西半球的台湾的位置 那两边大家都是有这个 所谓海洋岛屿 所以没有遇到所谓的沙漠干旱 可是有一点非常得注意到就是 台湾这样一个岛 虽然它比我刚刚去的布丹还小 可是我们有2300万人以外 从来没有全世界哪一个岛屿 能够在这么小的岛 居然有200座以上的3000公尺高山 也就是说我们的台湾的地形 当然也是得天独厚 但是在面对现在全球暖化 这样一个全世界危机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很多 我们自己要心生警惕的 第一个就是台湾山比较高 而且是东高西低 再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你看这台北对不对 担心什么101会淹到几楼啦 又淹到几公尺啦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以前其实古代的台北是一个湖 还有台湾的西南那边 以前是台江内海 那就像我们想到什么云梦大泽 什么湖南湖北 然后现在只剩个洞庭湖 那那个区域就像我们现在 这个区域本来它就是比较低洼的 再加上我们台湾的这个 很习惯不管是都市的开发 或者是渔产的养殖 很习惯就是抽地下水 然后因此其实在屏东临边那边 原来的地层下坚 一直大家就已经都注意到了 一直可能要往高处 对不对 所以那些问题又加剧了那些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我本来有三件学衣 我今年又买了两件 我觉得要先做好预寒准备 我是跟我老公这样讲的 因为那个要一直往上爬 OK 谢谢 好